故宫螺丝松了到底可以有多夸张呢 观众朋友 前年才发生的衰破珍藏文物青花瓷盘 才多久时间过去而已 如今变本加厉 你看这画面居然可以在国宝 翠玉白菜旁边直接开箱签名交接 距离短短不到几公分 那是翠玉白菜 要碰到了谁负担得起 可以让你这样搞吗 故宫出借翠玉白菜 因为他是票房保证 但唯独这一样国宝 故宫绝对不同意出借太久 因为他法力无边 台北故宫需要他正煞 这么重重机关的故宫 还真的发生过多少不可思议的事件吗 你知不知道故宫所有的宝物里面 琉璃颠沛 大家借出去最多吃的是谁 翠玉白菜 每个人都想看翠玉白菜 但是翠玉白菜 翠玉很容易脆掉 好 这个照片真是让我心头胆寒 在翠玉白菜不到三公分的地方 去签这些交接书 我告诉各位 这是台湾美术馆借展对不对 十几年前高雄美术馆借展 翠玉白菜 展完拿回来一看 是 怎么了 他翠玉白菜上 有一个宗师 丛 对 他的虚虚 一个虚虚 啪 断掉了 断掉了 对 不得了 所以很脆弱的 很脆弱 幸好拿以前旧照片出来看 才发觉已经断了 所以不是高雄美术馆 不是高雄美术馆的事 对 事情 但是各位就知道 它有虚虚的 虚虚很容易断掉的 是 它断了一公分 什么地方断的 谁断的 怎么断的 到现在 米一案 南苑在2015年市展 2010年正式开幕 是 第一个要求就是 翠玉白菜要来 正管之宝 第二个 肉行时要来 最多人最期待的 酸菜白肉锅 都来 酸菜白锅就是翠玉白菜 肉行时 锅就是那个 毛宫顶 是 毛宫顶 好 三个就去了两个 就2016年 肉行时跟翠玉白菜 两个都去了 告诉你 147万人去看 果然是票房保证 但是 第二年 一一开 对不起 突然就冷清下来了 好 冷清下来之后 怎么办呢 第三年 借龙葬金来 龙葬金也要出巡了 看了一案龙葬金 你会有七世福报 对 结果第三年 龙葬金去南院 马英九总统亲自去 带着陈龙去 啪下 人气又起来了 但是 现在南院 人气又下来了 那南院县就在想 我现在修了 二管 二级工程 三级工程 我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一个秘密 南院县希望 把龙葬金 永远放在南院 永远放在南院 可以吧 我告诉各位 千万不行 为什么 龙葬金 是布公的 正管之宝 也是 正国之宝 他在首都 在那边正道 所以你讲的不只是 票房的考量 对 还有正煞的考量 这开玩笑 龙葬金 是一百七十个 这个佛陀 就是僧侣 对 一个字 一个字 我告诉你 他们在抄写的时候 是沾了五千两的黄金 又零金抄 是 没写一个字 要练一句大葬金 是 没写一个字 要练一个大葬金 是 这是康熙的 这个祖母 孝庄太皇太后 为了替 康熙七岁继位 哇 开玩笑 多少灾难在那边等着他 那老师我问你 对 你刚刚提到 他绝对不允许离开故宫 北院 太久 因为他要正在这里 你说 不是只有考量 票房 还有正煞 北院 有什么煞要正 开玩笑 北院有双煞 外煞 内煞 什么叫内煞 各位要知道 故宫里面 79万多的国宝 很多 都从浮墓里面拿出来的 不干净吗 都是陪葬的东西 都从棺材里面 拿出来的东西 很晦气 阴声阴声 在故宫里面以前 各式各样惊恐的传闻 全都有 那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龙葬金一进去 把它压住 正邪正煞 这是第一个 这是内煞 要正住 外煞 阳明山 以前很多乱葬纲 我真的给大家讲 阳明山 七星山 常常有 摩西纳的传言在里面 故宫 后面靠的那座山 再往里走 就阳明山了 对 所以龙葬金 郑国 郑煞 去邪 在故宫 他把故宫镇住 把阳明山 七星山镇住 把整个国做镇住 好 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你看阳明山有多凶狠 就这个 在这个2013年 有一个入客叫李荣生 李荣生参加旅行团 他带着太太儿子一起来的 他71岁 到了故宫 一楼 你知道他给导游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年纪大了 我累了 我爬不上去 我走不动了 才几层楼你爬不上去 他说我在楼下等你们 你们参观完再跟我会合 也行 注意到他年纪大 走不动 对 结果参观完 女性男一下来 没 人呢 人呢 没 你不是在下面要等我吗 没的啊 不知道 去哪里啊 好 就到处找他 找不到 他儿子 有手机打给他爸 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 平津街的一个餐馆前面 问怎么搭公车 平津街 全场撒住了 各位 你走多远了 12公里 他走不动了 一二楼上爬不下去 他走了12公里到平津街 不是有谁载他去 是完全不行 一路走过去 说我们来找你 他不用 我坐公车就回来了 我已经问清楚了 结果我告诉你 打电话是下午3点59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到6点还没回来 导游再打电话给他 说你现在哪里 我在个凉亭 下面有一条河流 很美丽 我在凉亭 我们来找你 凉亭在哪里 我告诉你 到了晚上没找到 一打电话 居然又通了 我累了 我现在在个山谷里面 山洞里面休息 你跑去哪里了 不晓得 平津街人山人海 很多人随便问 跑到山洞里面去了 跑到山洞里面 这是16号的事情 17号找不到 18号找不到 19号找不到 20号找不到 21号 报警了要出人命了 到底 消防队整个搜山都找不到 七天之后 23日 在山剑的西谷里面 找到他的尸体 没命了 我告诉你所有在杨明山后山都说 他遇到某行 被某行李带走 所以他才在山洞里面 一般人 怎么可能找到山洞里面 好 你不相信 我告诉你 蒋经国 蒋经国这个故事 我是真正听他的身边人士卫讲的 他也遇到某行李了 民国57年 蒋经国是国防部长 他一向轻车剪从的 他就给他的那个驾驶说 我要出去走 就带着驾驶啪走 你到杨明山去 青青山 教育长你要去看什么 我要去看空军雷达站 上面有一个空军雷达站 好 这空军雷达站 各位看 到了空军雷达站的入口前面 要走个小山路过去 经国先就说 你在这边等我 你不要陪我 就叫驾驶等他 他就自己走小山路去空军雷达站 是 下午3点50分 他下车 3点50分 走过去一个山路 这山路你去走 直来直往 就这一条山路 是 结果到了8点钟 还没下山 过了四个半小时了 对 8点 那个驾驶兵 马上就打电话 给国防部 是 部长不见了 国防部马上问 这个雷达站 雷达站你知道说什么 说什么 教育长没来 那你要走去哪里了 马上打电话到官邸 向这个蒋中正总统报告 蒋中正立即派一个银 到阳明山来 收山 一个银 收了两个钟头 才在一个大石头上 看了经国先 非常疲惫的桌里边 他说 他一走 起雾了 大雾 他就看不到路了 就不知道明明蒙蒙 走到哪里去了 连金国先生 龙之生 都被某行 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 他到底历经了什么 可以满头大汉 面色惨白 所以今天 故宫 镇到阳明山 那故宫里面 龙藏经 镇到故宫 现在兰院 要把龙藏经 终身计划 还没前定案 计划 放了兰院 因为兰院现在人气不够 要把人气带起来 这个要从长计 除了故宫之外 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个 博物馆金魂记 在哪里 到台南 你一定要去看 奇美博物馆 哇 这个是珍藏西式之宝 但是大家知道 奇美现在正在 化展 世界最顶级的化展 对 我告诉你 他那个奇美博物馆 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 一进去 欧式气派宫廷式的设计 他一进去 各位 是特展区 现在就在特展 繁古啊 这些人的化展 对 然后再往里面走 就长展区 长设区 长设区 右边是动物区 左边是兵器区 是 走到底是罗丹区 好 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奇美博物馆 最特别的就是它兵器区 兵器区里面增长什么呢 2200多进 全世界各种兵器 是 欧洲的 非洲的 亚洲的 世界各国的兵器 全都上面 我跟大家讲 各位上网去查 每一个人去看过兵器都说 我看欧洲的很轻松 看这个非洲的 也很自在 看那一走进 日本区 就全人发了 发毛 不是我讲的 你上奇美博物馆的 脸书去看 好多人都在下面留言 逛过的人都有类似的感受 为什么 对 好 各位看 盔甲 你一进奇美博物馆日本区 你看到就是一个盔甲 完整的盔甲 有一个人他在自己的那个 那个 IG上写 他一看到盔甲 然后告诉他女朋友 你 你 他说里面什么 里面 有一个人 你不要乱讲 真的话 他说里面 他说里面有一个人 他写完之后 我就跑去 奇美博物馆的那个脸书下面看 有一个家写说 我有过敏体质 围去看 日本盔甲里面那个铃 正跟隔壁的 蒙古盔甲里面的铃 两个人在吵架 还在战啊 还在吵架 所以那有一个人就留言说 哇 那世界各国的都在这里 会不会在这里 奇美博物馆有发生 世界大战 我再跟你讲 一定要跟大家讲 有一个家说 我上次去看到 日本盔甲 我特别盯着他看 看有没有人 他不但有人 那个日本人还很愤怒 他看到里面有一个人 愤怒的盯着他 而且他说 他盯着我看 盯着我看 他的眼睛 发出绿色的光芒 哇 我告诉各位 不是我讲的 上去看奇美博物馆脸书 好多人在下面留言 都在写 他在奇美博物馆的奇幻经历 博物馆惊魂记 眼睛看不到 不代表不存在 我们来看看 资深艺人 阿塞 怎么 我们知道他的体质是比较敏感 拍戏拍到后来 还要泰座夫人 去救驾 这是什么总控 对 阿西陈伯正他拍这个果片仲邪 在这个戏里面是这样 有一个人他用绳子轻生 这个绳子还悬在梁上 身为法师他要做一个仪式 也就是把这个绳子解下来 我们要送这个绳子 就是所谓的驱邪送煞的仪式 阿西说当时他在拍的时候 各位我要强调 因为这是戏 所以拍的时候用的绳子 当然是道具绳 阿西说他这个法袍一穿 上去要解这个绳子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当他的手在一边解开绳结的时候 他说他整个心里面都有一股 很深很深的怨气 一种受到冤枉 各位了解吗 如果有人冤枉你 你有一种怨气 吐不出来 那种感觉 可是他在拍戏 这个是戏 怎么会变成有一点点假戏真做 他说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深刻 讲到拍戏这样的一个状况 刚刚俊相提到了 林毅体质 其实是他的太太叫詹语琴 阿西在拍戏的时候 詹语琴一定在旁边守候 因为很担心会出状况 为什么呢 曾有一年詹语琴 詹语琴就算出来说不对 我老公这段时间有一个结恶 而且是个车官跟雪光 所以他就跟阿西说 我跟你说 你现在不要开车出门 尽量不要 你知道很多时候 阿西是不信这个的 他很贴旨 不会啦 你说什么 阿西就骑摩托车出去了 那一次出去 摔出去五六百公尺 摔到全身伤 詹语琴就讲说 我就跟你讲了 阿西回来之后 詹语琴一看到他老公就说 不好了 不好了 阿西就说我都摔成这样 你说我不好 你没有流血 所以这个雪光之灾 我们没有避过 我跟你讲 现在开始你只要出去 五点以前一定要回家 皇冠 对 一定要回家 因为你这段时间 真的运气不好 阿西勾功 好了 结果有一天 他又跟朋友约了要去钓鱼 钓鱼 你可能会很晚才回来 不要去了 阿西就说不会 我答应你五点一定会回来 一定 好 他就去了 结果各位你也知道 男人在那边钓鱼 哪会管时间 一看五点半 还呀 还呀 我们母说五点要回来 怎么办 我们赶快走了 阿西就 他因为车被偷对不对 他是不是要骑摩托车 对 好 他就跟他的这个朋友 他就要骑上车之后 车子发不动 发不动 阿西也发现有问题了 他就跟他朋友讲说 我们母告诉我 我们最近要小心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等一下好了 他们就把车放在旁边 在那边等 等了多久呢 等了三分钟 他再上去一踩摩托车就动了 骑出去了 骑出去之后不远 他要过一个隧道 一进去隧道里面大车祸 我讲到这你懂了吧 他不等那三分钟 如果车是好好一下就出去之后 他就赶上那个大车祸 所以不要不信啊 这个千万不能铁齿 别的地方听不到 今天晚上马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鬼绝难以解释的黑蝙蝠 马老师手上有这本穿云 这本书真的连封面都觉得非常迷人 因为他最近出书 他是当红作家 这个书登上了排行榜 但我不知道说的是这个 因为有太多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故事 黑蝙蝠居然迎回骨骸 进入了难以解释的三度空间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中华民国空军最无法解释 最神秘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我最近写这本书穿云 你刚才讲了 这是我们眷村的样子 我要讲什么 这个书写的是我们宠南里 自评一下18户人家的故事 18户 好 注意看 我家是9号 9号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家 看到没有 我家隔壁 我就要讲我家隔壁 黄继星的故事 他住在我家隔壁 好 黄继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很简单 黄继星 他们架了P2V电子侦察机 到大陆去出任务 他们这次的任务 非常非常的危险 你知道为什么 美国人发明了最新的雷达干扰器 你带的 他是CIA 奉命CIA去的 你带了雷达干扰器到大陆去 故意引起大陆的重视 大陆雷达都起来了 但那个战斗机 啪一起来 找不到 因为我有雷达干扰器 你在雷达上看到的目标位置 跟真正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好 这个是王文理 他是中共大队的副大队长 他第一次 雷达说有来了 他起来 没找到 他寻诺20分钟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第二次 警报又响了 两个多小时之后 他气死了 他啪一上去 又没找到 因为都被雷达干扰器给干扰了 但他不服气 他就说反正还有油料 他就在预测的路线上 乱闯乱闯 运气不好 被他撞到了P2V 他 米格17一阵打 把这一架飞机打下来 调到江西临川的大坑村上面去 上面有14个人 过了几十年之后 家属突然动力 说要把这14个人的骨骸 移回台湾来 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第一次有中央美国空军 在大陆打下来 骨骸要移回来 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们中华美国空军 所有的记录都是14个人 今天你到新店国军公布去看 上面也是14个人 但中共的文件上面说 这架飞被打下来的时候 有15个人 多出那个是谁 对 不晓得 到今天那个命上大陆 不晓得那个是谁 你知道我要写这本书 我给你讲 我花多少精神去查 第15个人是谁 神秘的第15人 查不出来 完全查不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查不出来 连空军总司令都不知道是谁 哪有这种事情 太神秘 没有空军 为什么 当这14人上飞机 飞机准备要开了 到跑道头待命的时候 突然一辆黑车 啪就自己直闯进来 经过大门 啪直接到跑道 这个人直接在跑道头 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就上飞机 然后一个人坐着机舱的最尾巴 转便服 14个人坐军服 坐机舱最尾巴 不跟任何人讲话 也没人知道他是谁 那飞机啪就上去了 他肯定是被指派的 是经过同意上飞机的 可是那14个便服 不认得他 不认得他 不知道他是谁 空军也不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最高机密 好神秘 你们要带一个人 所以我花了很大件事去查 第15个人是谁 对不起 完全没知道 查不到 然后第15个人去出什么任务 对不起 没人知道 完全查不到 所以这第15个人 阴魂留在大陆 没有人知道 他是干什么的 好 那既然这样子 删下去之后 他们现在要把骨骸运回来 骨骸运回来后 他们就找了 台式的新闻制作人 叫蒋任 来帮忙 蒋任还特别去 这个拜了 正驾驶周以立 太太 做干儿子 这样才比较好办 你知道吗 好 蒋任开始 就帮他们 要去把骨骸运回来 他花了很多的功夫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到美国去搞真相 因为这架飞机属于CIA的 中央美国空军不承认有这架飞机的 他到美国去 下面讲的故事 我不能略人之美 都是蒋任自己 说的 蒋任自己说的 好 蒋任说他有一天晚上 他在整理所有资料 他把这个 我家隔壁的黄继星 这架周以立 照片通通通放在那边 资料通通通放在那边 突然电话响 他一拿起来 他说蒋先生你不认识我 我姓王 我住高雄 蒋先生说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他们不希望你去 你去他们就回不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美国 我要去美国 我没给任何人讲 因为我要去跟CIA见面 这个是台式的超级大独家 对 怎么会被高雄的不认识的王先生 蒋任当初接这个任务就是 他要做一个独家的专辑 把整个骨骸去迎怀的过程 他说而且到CIA 联络CIA CIA是不准他做任何外泄的 他就奇怪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姓王 他说王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 他说你的事情我都知道 我告诉你 你的桌左边放有一支笔 你的桌线正中间放两张照片 一张是周以立的 一张是黄继星的 他说你墙上挂了些什么东西 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拿监视器监视我啊 他说不是 我住高雄 为什么我知道你书房的所有东西 就是因为周以立跟黄继星告诉我的 周以立现在站在你的左手边 他一支手背是断掉的 黄继星站在右手边 他半边脸是烧焦的 在讲什么啊 蒋任说 怎么可能 他说真的 正驾驶跟副驾驶 英魂就占了你身后 蒋任说我们明天见面 你告诉我你在高雄什么地方 明天来找你 就蒋任啪飞到高雄去 我告诉你 他到高雄 一看到王先 他知道这个人不是骗子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穿了三宅医生的衣服鞋子 还穿了拖鞋 然后活里活现的还说 蒋先生你在台词 我有参加台词的歌唱比赛 一看 是个比他小十岁 他就跟他进去了 他说 我 王先说 蒋先生我通理 这些事情都他们告诉我的 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画现场的地形图给你看 当场就画 他说这里有个树 当年飞机摘的时候 有一个人 身体从基里面掉下来 挂了树上 这边有房子 那他们站着坑在这里 画得详详细细细的给蒋任 这王先生 他一定不可能到过现场 人就在高雄土生土长 画了这张图 画了非常非常详细的图 蒋任半信半疑 好 我给你讲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找了家属 然后到现场去饮骨骸 只有结果14个 我刚才说实际上14个人 14个人 他千辛万苦 拿了13个委托书跟同意书 少一张 对 少一张 就到现场去了 他想那个人不同意 第十个家属完全不同意 说入土为安 不要打扰了 他就到现场去 我告诉你 他带了家属到现场去 他撒住了 怎么了 跟地形图一模一样 有这种事 跟他手上地形图一模一样 结果他这边看 惊吓的时候 国台办的官员就过来瞧 蒋先生 你怎么有这里的地形图 你什么时候偷偷来过了 天哪 解释不清楚了 解释不清楚了 他说我没来过 没来过你为什么地形图 为什么一模一样 这不讲了 他给他说 我也认识一个林媒 为什么我对那个王先生 我越来越好奇了 对 好 这个时候 国台办一看就说 对不起 来我看一下 他说我看一下 对不起 你只有十三份同意书 对 不能挖 千方百计 我这么辛苦来到这儿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他们的家属 有五家是从美国飞来的 不能挖 他说对不起 我们国台办一定要使四张才能挖 哎呀 差一步 差一步 结果蒋先生这时候 就打电话给台北一个姓马的空军上校 这姓马的是拜地藏王的 他有一次大病 大病之后 醒来他有一个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通理 他说马大哥 你们帮我忙 我们现在被遇到困难了 马大哥说没问题 我帮你忙 你知道要怎么帮忙 第十四个家属 为什么不牵制 对 我一定要告诉你 原来第十四个家属 他跟他先生新婚 新婚之后他先生就出任务 砰 飞机被打下来 飞机被打下来之后 办完了伤事之后 发觉自己怀孕了 你看多悲惨 刚新婚 发觉自己怀孕了 怀孕怎么办呢 他就找了一个圈外人 迅速结婚 认识的圈外人迅速结婚 这个圈外人不是空军 他不晓得他有先生 不晓得他结过婚 他瞒着 飞官丈夫的事实 对 所以他连肚里面小孩 不是他的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以为太太是早产 生了一个女儿下来 是 这是这个太太 这辈子最大的秘密 他瞒着他女儿 瞒着他先生 现在你们要他签同意书 事情要全部 签不下去 怎么签得下去了 签不下去 他因为这个 我还不让他 瞒着这么久的事情 就要见光了吗 对 后来 所有人开会 就说没办法 国内办不准 我们要回去了 就国内办拿一张 资料冲起来说 解决了 解决了 怎么就解决了 你看第十四张同意书 传真来了 你不是说不签了吗 对 不是不签了 第十三传真来了 他说 而且电话也来了 说他女儿明天 飞来江西临川 跟大家会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他女儿来了之后 他们就问他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说都是你们找了台北的马先生 通灵的马先生 我妈妈晚上一睡觉 我老爸就到他梦里面来说 你签吧 我想回台湾了 第二天一睡觉 就你签吧 来托梦了 来托梦 那个马先生 那个马上校 让他爸爸就阴魂 到他妈妈的老袋里面来托梦 他妈妈就签了 就把事实真相告诉女儿跟先生了 14张凑齐了 对 14张凑齐了 你看 终于台湾游起来第一次 把在大陆的14个英魂 迎回台湾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难以解释 一挖 又找到挖子 这个骨骸 这个降落伞 一定要把14个英灵找来 头最重要 头找来我才知道14个人齐了 我这才能赢回台湾了 没找到一个头 缺一个 一个头都没有 一个头都没有 对 奇怪了 为什么头不见了 到今天没办法解释 挖开 全部找了 一个头都没有 没找到头 那没找到头还赢什么了 我怎么知道这骨骸是不是 我们家的了 是 结果因为带着法医去 把所有挖出来的骨骸 全部排开 Bingo 大腿骨从中找齐了 大腿骨 全部找齐 但对外宣布 是找了14个人的大腿骨 有人猜测是找了15个人的大腿骨 因为那个人是不能讲的 结果法医证明 确实大腿骨 是14个人的大腿骨 DNA一对 一对一对全部OK 但是奇怪 大腿骨是齐的 为什么 一个头都找不到 好 终于是落叶也归根了 我们老师刚刚提到了 那个线头太匪夷所思了 带着交集的家属 跟这个王牌制作人 进入了三度空间的 这个高雄的王先生 这个人到底 好好的起个敌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怎么有办法 远在高雄 跟蒋任说 四百公里外你房间的事情 我看得清清楚楚 正驾驶周以利 注意看 以利国小 这是周以利 这是他同一项 全台湾有史来第一个 有空军的公仔 以利公仔 好可爱 我必须要跟你讲 周以利的爸爸 周伯王律师 是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的证婚人 你们两家这么亲 对好 这个王先生 曝光之后 周以利的女儿周璇 就跟蒋任说 我想跟王先生见见面 他能不能跟我爸爸的阴魂通话 结果周以利的女儿周璇就跟着王先生 到了高 就到高雄去见王先生了 我跟讲那高雄七月很热 一开门进去啪一下 一阵寒气冰人 鸡皮疙瘩啪就起来了 屋子里面没开冷气 非常非常的寒 地板上放了一个大镜子 镜子上面立一个弹 镜子光滑流热 居然有一个弹 好奇怪的空间 对 他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个要招王 王李 后来他说 你爸来了 你讲一件只有你跟你爸知道的事情 看看是不是你爸来了 妇女间的秘密 对 那周以利的女儿就说 你问我爸 我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王先生说 你爸说 你从小头发又粗又乱 书不动 因此你爸从美国托人 带着钢书回来 给你书头发 周以利的女儿一听 爸一下湮面嚎啕大哭 他说这件事情 只有我跟我爸知道 没有人知道 嚎啕大哭 就问了他一大堆他爸爸的事情 问了半个小时 然后这个王先生就给蒋任说 周先生想谢谢你 他要跟你握握手 然后蒋任说 怎么握手 他从那边跟王林握过手 就伸出来 一下子觉得一种冰凉的感觉 握了他手上 周以利的跟他握手 就那时候 那王先生大喊 走开 你推开 你走开 他对谁喊 对蒋任喊 对蒋任喊 你走开 但也对那个 怎么分脸 周以利的音脸 你不是说要握手吗 他说 蒋先生 你的八字太重 你伤了周以利的英理 他说蒋先生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上礼 你都不能去参加 因为你八字太重 别人上家会受不了 咬 结果这时候又发现一件事情 他说你爸出来太久了 周小姐 我们要把你爸爸请回去了 结果他就拿个炼珠出来 啪 就掏到弹上 弹不倒 弹倒就代表周以利走了 弹不倒 他不愿走 他不愿走 周小姐 你爸太爱你了 从小就最爱你了 你爸爸不愿意走 他说那怎么办 他走到卧房里面 啪 拿一个大炼珠出来 你这帮炼珠 每一个珠子有多大 棒球那么大 棒球那么大 就非要他走 这棒球那么大的珠子 这么大一个炼珠 他哗一下把它放上去 啪 就倒了 他说 你爸爸走了 整个事情告一段落之后 蒋任有一天在台北 突然想到王先生 打电话给王先生 王先生电话那头说 蒋先生 我瞎了 他泄露太多的天机了 他跟太多亡灵来访 他瞎了 所以为什么台湾 最有名的算命师 都是视觉不好 或是瞎子 后来过几天 有一阵子之后 蒋任又想知道 你眼睛瞎的情况怎么样 一打电话 垂魔狼了 王先生 人间消失了 再也找不到他了 来看到这几天 中国大陆一则新闻 烧着79岁的老翁上山去 挖竹笋 这么一铲一铲铲下去 哐汤 什么东西这么硬一捡起来 鸡蛋 但这个鸡蛋怎么会硬邦邦的上 告诉我们这个鸡蛋 还带着一点血色 它到底挖出什么了 对 它不是普通的一种鸡蛋 它是一块玉石 玉石 这块玉石 你知道考古专家过来看的时候 不得了 这块玉石像鸡蛋一样大 红色的 血色 但价值多少 物价300到400万台币 一颗小颗的石头 三四百万台币 好好讲一讲 这到底挖出什么东西出来了 其实它挖到的是 我们俗称的叫血液 血液你可以看 血液它有很多种造型 通常它这种玉石是在埋在地下 你看经过他们讲千年血秤 血液 进过去以后那个血流到那个玉石里面 它会形成这种血丝 或者整个红色的这种状态 像你看这个纹路 这个像不像我们在病理上面放大放大 再放大的人体的某一个部分 对 可是很像血丝 可是它不是血丝 就很像 有人讲说 你刚刚讲到一个动作很传神 好像泡在那个血水里面 让它慢慢渗透进去 渗出这个纹理来 这到底怎么造成的 对 有人讲说它是因为千年血清 经过血清气里面 那个大体 因为中国以前 古人如果披藏品 通常会有玉 甚至在嘴巴里面含玉 那久了以后人化成血水 千年之后它会形成这样的血玉 那另外这种东西通常最多在西藏 西藏高原 西藏高原有一种传说 说这种血液的由来是 其实他们西藏有一座府 叫当勒庸府 当勒庸府的女神 她以前她的宫殿 是用红色的墙盖的 对 红色的墙 这个红色的墙 就是她最爱的东西 血液去盖出来了 所以这个女神 她偏爱的东西 就价值连城 那有这两种讲法 那当然现在的科学家会去考证 这个血液其实跟一种矿物有关 它在地底下 那个地底下 它那个环境里面充满那个铁质的矿物 是 结果百年千年以后 这个意思吸收那个铁矿 变成红色 反正大概有这三种讲法 但问题呢 挖到这个血液 刚才价值连城 可是1980江苏也出土一块 也是一个古墓 古墓出土 出土的时候挖到人 好高兴 一块血液 结果考古专家过来说 尤其洪水师也刚过来说 你不要丁重 这个血液 另外一个名称叫血液 很邪的邪门的邪 血液 为什么叫邪 因为刚才讲 它千年血庆 在墓里面待那么久 阴气很重 邪气很重 所以它有一种邪灵 或者说邪王之称 血液之称 那我动了它会怎么样呢 有两种 一种讲法是说 你如果不是你家传承的 你知道我们去捐滚 有人讲去捐滚的时候 捐以前的祖先 那墓要移走 移走的时候 你一看里面有块红色的翼 那个就是祖先希望传承给你 你可以拿 这一刀 对 尤其是要掌息去佩戴 掌息佩戴 那如果不是 你去盗墓的 去挖到的 这个你要小心 因为它带有很大的 我们讲说 阴 很阴气 而且它有一种 很特别的一种灵力 百年千年 在古墓里面 血这样欠 你最好就不要碰它 对 最好你不要碰它 再贵都不能碰它 对 有两种讲法 那我特别讲 讲到这个灵力 这个血液 其实在中国文献上有记载 是那个文臣公主 唐太宗的时候 派他去和亲 土翻那个松战干部 当时在他和亲的 那个送礼的名单 礼丹 随身攜带了很多东西 礼丹里面除了一个佛像以外 最有名的就是一块血液 他也带了一块血液 那文臣公主这块血液也是一样 国之宝 国之重宝 让文臣公主带过去 所以有人讲说 这个血液的灵力 可以从文臣公主身上看到 当时文臣公主越过 它是从青海这边 我记得有一座叫日月山 对不对 对 从四川经青海到西藏 那个高山雪山多高 它一路平安无事地到达西藏 我们不是讲说倒肥 是讲那个当地高山气候 它可以征服这样高山气候 有人讲说是这个佛像 跟这个血液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他到西藏 当时他到西藏旁边 旁边那个高山上 往下看的时候 就我们熟知的 看到西藏的地图 整个像一个模拟图 模拟图 所以他后来盖了十二间庙 去镇压这个模拟 那有人也在讲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 除了他对五行八卦 风水的那种精通以外 那种灵异的作用 就来自于这一块血液 他带起来这一块血液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一样讲到血液 那还有另外一种 是千年的珍宝 你很少看得到 就是含在嘴巴里的液 我就会想到这一位 就是慈禧 慈禧的那个叫夜明珠 由此一说 就是台地下台五十年 看起来在跟睡觉一样 跟那个夜明珠 真的有关系吗 对 我们讲说血液 是千年珍宝 其实另外一种千年珍宝 就是夜明珠 夜明珠我特别讲 2013我去大陆 当时我是在北京 展出一颗慈禧的夜明珠 它标示是慈禧的夜明珠 那我就赶去看 当时看这颗夜明珠 大概是一颗脸球这么大 脸球 它上面其实 如果没有亮起来的时候 就还没有发光的时候 因为发光你必须要灯光打暗 它才会发光 它其实上面有像毛毛虫 毛毛虫一丝一丝的这种东西 刚才讲那个血液有血丝 它不是 它像毛毛虫一样一丝一丝 它也是有纹路的 有纹路的 对 那我去的时候 他们会好让你所有人都进来 大概像我们摄影棚 十来坪大 十来坪大 将近二十坪大的一个房间 而我们观众就定位以后 他把灯关掉 关掉这一颗 本来是一颗 就看风景像一个阴影的脚头 它马上亮起来 亮起来多亮 你看我跟你在这边 我们保持两三公尺的一个距离的时候 我看你的睫毛眉毛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是插电的概念吧 对 这个怎么是自然发光的夜明镜 然后它现场还会发给你那个像报纸 对 你报纸你就这个灯光 没有日光灯什么都没有 乌漆妈黑的就靠这个灯光 你就在旁边读报纸 对 你可以看得到 非常清楚 那你如果说吸收太阳光要十个小时 然后又亮两三天的时间而已 等次不算高 等次不算高 所以不可能是磁吸那一种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夜明珠 它其实有很多等级 那其实我特别给各位看 这一颗夜明珠总共109公斤 这个也是在中国出土的 在那个广州阳城 广州阳城出土的 这个夜明珠甚至你看 它平常没有亮起来的时候 上面有两只羊 两只羊的图案 所以夜明珠很多造型 它不一定是这样白白的一颗 光光滑滑的一颗 刚才讲有那个毛毛虫的图案 这个是阳城出土的 两只羊的一个图案 刚好又在阳城 所以他们很惊奇 那这种夜明珠刚才说价值连城 其实在慈禧口中 我们讲孙殿因1928去盗墓的时候 当时我们特别讲一件事 孙殿因墓里面不是要带火把 我起码也带火把 要照明嘛 结果他把慈禧的棺木 大批棺木劈开 有批开一个洞 棺木一打开 里面一个光线射出来 孙殿因他们当时下早了 怎么不 墓里面又有光射出来 哪来的光源 其实就是夜明珠 慈禧口中含的那个夜明珠 那个夜明珠射出来光线 他当时孙殿因也讲照亮整个房间 他甚至看到慈禧手上 有一层白白的那个毛 有一种白色的毛 大概一寸多 两公分多 其实那是白色的霉件 是 那表示说他至少看得到很清楚 但慈禧的夜明珠很奇怪 我一直到现在没办法理解 是孙殿因讲 他说慈禧的夜明珠是坡成两半 一颗烟球坡成两半 分开的时候 他不亮了 合起来像电的正路级 一碰 他才会亮 我不晓得这个科学根据哪 但孙殿因他有这样的一个描述 所以我们讲说 那个夜明珠 他在中国里面 他到底有含有多少种特别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他价值连层 另外慈禧墓里面 除了这个夜明珠以外 他其实还有一个叫金墓石三绝 这是什么三绝 慈禧的墓 除了那个我们讲说他珍宝很多 其实他的那个灵恩殿 我们讲荣恩殿 其实本身就不得了 荣恩殿是我们 平常你如果没有 以前皇上埋到地下去 你如果没有去 地宫看他的时候 你在地上有一个像神庙 像庙一样让你祭拜 叫荣恩殿最大 荣恩殿金墓石三绝 你看金结是什么 黄金 黄金 你看他有64颗这个柱 这一条柱都有这种盘龙 是 64条盘龙 这个盘龙柱是用黄金打造的 这个金科这不简单了 用了多少黄金把它打造出来 用了4500多两的黄金 4500多两 而且你知道这种黄金 它本身以前早期 在文献记载说这个龙不是有龙须吗 这个龙须都被拔光了 都被瞬间那样 这个龙须以前风一进来 稍微一吹 整个金殿里面那个龙 像摇摆一样 那个稀微蚝动 好像火的一样 像火的一样 非常漂亮 而且你看它上面 上面它有很多窗格 有一些图案 它总共2400条龙 这边还画了很多小龙 全部用金片金箔去贴起来 金龙盘踞在龙柱上面 这边还有一个一个一个都是金科或金箔 对 所以龙恩殿它含金量很高 所以它被接上来金结 那另外一个木掘 木掘是什么 它所有的梁柱 梁柱刚才讲64根 全部包括那个屋顶 这个很多那种梁柱 用了中国最好的东西叫黄花梨 黄花梨 黄花梨其实从明朝开始使用 古董家旗大家明朝人喜欢 从明朝开始使用 到慈禧太后清朝晚年的时候 黄花梨有一句话叫寸木寸金 很少啦 宝贝又少 所以叫寸木寸金 价值不少于黄金 实际它又整栋这个 林恩殿是用黄花梨做起来 整面整面的 对 用黄花梨做起来 然后就铁种金箔 多漂亮 这是那个木绝 另外一个石绝 石头的石 石雕 对 石雕 它石雕通常我们去看会看到这一块 这一块很有名是 奉在上 隆在下的一个单壁石 它整块是吧 慈禧太后所谓的宫殿 你只要看到石头的部分 很多只要有雕刻的 几乎都是用旱白液 整个下去雕刻 所以这一大片 奉上 笼下的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旱白液 还有它那个 所谓的那个栏杆 栏杆不是有我们讲的 叫旺柱 对 一根一根的小柱子 那个所有旺柱 几百根 几千根 全部也都是用旱白液雕的 所以石雕太后 不只是墓里面的东西价值 墓外面金木石三角 也是价值连整的东西 我们讲那个五行有没有 你的金木石这个地方 就聚足了 对 你看 好端端一个人 怎么就这么不见呢 我们回头来看 二胆岛上的 这个26岁的士兵 找到现在 这个岛多大 一个大安森林公园 这么大小 你仔仔细细地毯 试搜索 怎么就不见了呢 人真会莫名其妙不见 金门老兵回忆他们当时 不是说一个人不见 而是一整个连 被摸上摸掉了 小金门流传着这个 无头连队的传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 这个故事的流传 它起源于是在这个 列宇乡 也就是我们说的 小金门青旗村 那有一个开杂货店的 阿水伯 那根据当时 有在那边服役过的 军事官的回忆 阿水伯开了杂货店 因为有撞球台 所以很多阿兵哥 休假的时候 都会去他们那边 打撞球休息一下 他们这些聚集的人 不断地问阿水伯 阿水伯 阿水伯 你站着这么久了 而且当初听说 南三连的营区的义务 也是由你来送喜的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后来阿水伯 终于在大家的 这样的一个催促下呢 他最后说出了 他当年募集的经过 他讲啊 他说南三连 驻守在这个 当地的地方 连队的官兵 军事官 包含连长 大概有130人左右 那有一天的傍晚 当时他按照 他每天的这个行程 去到南三连的 卫少门口 要去拿他们衣物 来送喜的时候 发现 这卫大门口的卫兵 没有人站岗 那我们当过兵都知道 大门口不能没有卫兵 这是很严重的事啊 那当他往这个地道的 寝室走去的时候 他映入眼人了 他当场吓死了 因为他看到寝室里面的 所有的军事官 全部倒卧在 血迫之中 无一幸免 所以他就非常害怕 那当然这个事情呢 也随着阿水伯的 整个目击呢 这事情就传开了 那传开之后呢 因为 我们常讲 就说 阴魂不散 这些国军 这些军士兵呢 他们真的死了之后 那个地方就 没事了吗 可是根据 所有街坊旅居 每到晚上 所看到的 听到的 都是 我说的 英文不散 他们常看到什么 有邻居呢 是听 听到说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在他们的联集合场 就会有部队集合 并且开始进行操演 比方说 他们可能会听到了 吃枪术 吃枪术开始 千井土石 吃 就这样子 好 发号施令的 可能是排长 可能是连长 然后呢 有时候还会听到他们呢 就是开始要踢正步 然后 正步中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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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看 这样子 当地的祈祷认为这样子不行 所以他们决定带法师 那法师去 当然我们说的都叫做超度啊 诵经啊 但是我先跟各位讲一件事 法师超度诵经 未必一定就能成功 因为法师当时他去超度诵经 发现隔天 后天 大后天 你依然这个事情仍然发生 所以他们就问法师说 为什么你超度诵经 然后还是依然没有办法成功 法师就讲 他说我有试着跟这些英魂沟通 但是这些英魂告诉他们 邻居就说 是死不瞑目吗 法师说 不是 他说这些英魂并不是死不瞑目 之所以英魂不散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觉得很自责 因为当时整个南三连被摸掉 一定是先从门口卫兵失职开始 然后呢 所有的军事官又觉得 那之所以会失职 就是他们没有交好 没有交好 整个连现在被摸掉 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聚修 他们会怎样 他们就会所有的魂魄 留在原地 加强操练 这也就是为什么 阿水伯跟邻居会一直听到操练的声音 包括自强处 包括踢阵部 好啦 那就他们认为 此事还是得解决呀 就在当年 也就是我们说的 民国58年的冬天 那 当时我们的这个蒋介石先生呢 前往了小金门视察 也就是列宇乡 结果他经过了清奇村 南三连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竟然空无一人 有部队 有营区 没有人 他就把当时的小金门的这个指挥官 司令官姓陈 叫来臭骂一顿 结果呢 陈司令官呢 当然知道原因嘛 可是呢 他面对了蒋介石 他一时之之乌 不知如何回答 结果后来蒋介石就直接讲 你不要再给我这支乌 直接从何之招来 他才把这件事讲出去 讲完毕之后呢 蒋介石并没有生气 反而是脸色一层说 来 他就跟侍从官讲 今天晚上我们不回台湾了 本来当天要回台湾 我们呢 就进驻清奇村 结果他们呢 就一直在等 要等什么 等着 这个无头部队 也要出来操演啊 好 结果呢 一直等等等等 是等到了半夜一点 声音传出来了 就从一公里外的 南三连的 这个联集合场传出 停车步一二 一二 向右看镜里 这样子 那结果呢 这时候所有的人就认为 要往那边去了 没想到蒋介石 竟然跟所有人讲 不用 就我 士官 跟几个简单人员 跳上吉普车 就走了 所以就只有 蒋介石跟士官 跟几个人就走了 就去了 那去了之后呢 那因为也有人跟着去嘛 所以他们后来也有回忆 所以蒋介石 到了那边之后呢 他们一进到了 南三连的联集合场 果然就看到了整个连队 成一个方形的阵队 全副武装脱枪 然后在那里踢圣步 好 一二一二 往右看 然后呢 结果这个时候啊 那个无头连长 看到蒋介石到了 马上 部队 就叫所有部队 立正 好立正完毕之后 他回头哦 他就喊了几个 我们当过兵台知道的口号 这时候蒋介石就跟他讲 连长 等一下 他说我知道你们呢 很辛苦 你们每天都在这里操练 可是你知道吗 你们都已经阵亡了 那么在这个 我们所说的 国共对峙的这段期间 阵亡胜败是兵家常事 你们不要这么的自责 你们应该要去休息了 那当时啊 据其他目击者的回应 说蒋介石在讲完这段话 这无头部队里头 竟然还传出了哭泣的声音 而且他们说 蒋介石当时自己呢 也泛着泪光 然后蒋介石又继续说 他说 我知道你们保家卫国 然后最后整个部队 却被歼灭 很自责 可是你们如果不休息 你们如果不走 我们又要怎么样 会有新的阿兵哥 来进驻你们的单位 继续保家卫国呢 此时错记声更多了 最后呢 就在蒋介石小语大意 并且发表这些 让大家为之动容的 讲话之后 这无头领长都突出来 下了一个谜 然后他就喊 就是所有连队官兵 我们起步走 但走的方向 是背对着蒋介石 往他们连吉和厂的尾端 一直走走走 走到了海边丛林中 全部消失 我相信许多被摸上的 这些为国殉职的军事官 他们的内心一定也都认为 保卫国家 是他们最神圣的使命 果然我们常听人家讲说 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但是这条路 可以说是全台湾 数一数二 不可思议 它却常常让人 回不了家 这是哪里呢 这是彰化的139线道 我们看到他在几天前 6号载船死亡车祸 载船死亡车 为什么会特别讲载呢 因为从去年 从前年 看到一而再再三 发生了这些死亡 或者是受伤非常严重的 伤亡的意外 最诡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在这条线道 20K转弯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 纸扎的亡船 就这个样子 上面一尊一尊一尊 扎出这个娃娃 占满了20多名的 看起来像是古代的官兵 社长带我们来看到 这条危险的道路 这条不可思议的道路 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亡船 这要提醒我们什么呢 对 警察长 139线道 20公里处在哪里 在彰化八卦山这一带 那这一带9月6号 其实又发生了所谓死亡车祸 当死亡车祸发生之后 救护车来了 你知道那些救护人 也一下来讲了一句话 怎么又是这个地方 那又是这里 又是这里 这个地方真的还 有人讲说这个是前台湾 最阴的一段路段 一段路段 因为在这边发生车祸太多了 有风水师也曾经来这边看过 从这边刚好是一个转弯的地方 这边叫镰刀萨 镰刀萨 而且这边有一个穴 叫白斧穴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从这个6号 出现这个死亡车祸之后 其实在路旁 有人就瞧瞧放了一个这种东西 这个是纸扎的网船 这个纸扎网船你可以看 它上面有那个骑士 叫监察人间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叫戴天行寿 输尽回避 总统 里面这个网船上面 总共有20个官兵 20个官兵 有人瞧瞧放了这个 这为什么 网船要镇压 戴天行寿 保尽安民 所以这个地方 它真的非常乖意 那我特别要讲是 彰化139线这一条地方 它其实是从彰化 一直到蓝头都是 在清朝的时候 从雍正时期以来 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一个 它没有现在这个 所谓线道这个公路 它其实是一条小山路 一条古道 那为什么这边会很阴呢 它不是现在说 出车祸以后才阴 它当时雍正以后 很多清朝的那个民众 从彰化到蓝头 办事情经商 当往返要经过这条小山路的时候 这条古道的时候 问题这条古道在古代 很多盗匪出没 所以杀人劫财的事情 理出就成出不穷 成出不穷 所以这边的死的人 这边从清朝以来死的人 大概都以千人或以万人计算 所以有人讲说 这边在那个鬼业 鬼业的时候你普渡 你普渡如果说一桌 十桌一百桌 不够 好像并太多了 普渡不完 对 2018我给各位看这个 2018年 那个普渡办了多少 两百七十桌 这真正 如果你去看那是多震撼的一个场面 沿路 沿路两百七十桌 普渡这么多的一个众生 因为之前有办过一百桌 一百桌以后好像这个事情发生了 还是一样 后来有人就在讲说 那个道士在讲说 这边的那个阴魂 所谓孤隐野鬼太多了 太多了 你办一百桌没够用了 所以后来办了两百七十桌 这是他们讲阴 很阴的一个地方 那第二个这个地方 我特别要讲的是这个墓 这个地方附近有一个所在叫做超阿波 八卦山附近超阿波 超阿波从道光三年以后 就有一座这样的一个古墓 叫七圣椰墓 七圣椰墓是什么 为了这个地方 真的充满传奇的一个地方 当时道光年间 刚才讲说很多那个 很多的那个 盗匪啊 往来的人车 在这边杀人嘛 杀人 那后来有人讲说 那来这边来普渡一下 我们办个那个布袋器 办个布袋器 给这些英文什么什么 大家热闹热闹 给这些孤野鬼看 结果你知道 就请从那里 从鹿港 从鹿港搬了一个布袋器团来 这个布袋器团 总共有七个人 七个人 那来的时候 当天是晚上要表演 所以晚上灯火通明 要表演 灯火通明 炉古先天 布袋器就登场了 那台下 因为以前早期啊 你要看布袋器人很多嘛 那就很热闹了 很热闹 台下连摊贩都来了 除了灯火通明 他们卖香肠的 卖肉丸的 什么全部都来 是 结果你知道 人声鼎会 好啊 在底下看得很热血沸腾 结果你看这个台上 在表演这个布袋器 表演到中途的时候 布袋器里面有一个角色 是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就出现了 出现以后 就练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一声一练不得了 老和尚那阿弥陀佛很正常啊 阿弥陀佛是有正邪的 你知道这一声练完以后 突然间野台系的旁边 所有刚才讲人声井会 癱瘓很多啊 全部它不见了 变成荒郊野外 那你刚刚眼睛业障重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什么 没有错 那些东西是什么 而且这个野台 他们不是搭那个戏盆子啊 他们一看阿弥陀佛练完 有这些东西不见 而且天气时间变成正午时间 正午时间 刚不是晚上吗 对 变成正午时间 所有人消失不见了 人声井会都不见了 那你不是把台上那些演员 给吓坏了 吓坏了 而且他们看这个野台 刚才搭这个舞台 舞台是搭在那 搭在一半 搭在那个弦来外面 一半在弦来里面 一半在弦来 怎么可能 这么危险 他们怎么可能会登台去演 所以他们之前所有的东西 都是虚的 都是虚幻了 就后来他们看到 就七个人下 下坏了 下坏了就逃 就是跑到这个 刚才讲 超阿波八卦山附近 那个超阿波附近 七个人气劫身亡 气劫身亡 当后来才把他弄了一个公墓 在这边叫七圣爷墓 也叫七矿墓 七矿墓 所以这个地方 他们讲说古来就很阴嘛 你看演一个布袋系 练一只阿弥陀佛 既然有这么多传奇的事情 出现过 市长刚提到的 这个一三九县道 他几天前出现了这艘王船 上面还有二十多个官兵 希望能够站住这里 让大家往来更平安 说到修翁尊 全台名气最响亮的 就是东港 东港烧王船 三当结果 结果明年要烧了 结果几天前 这个王船在点金 画龙要点金 点金之后 明年就要再烧王船 他就是所谓的政协 就是让大家能够和家平安 问题是 东港王船祭的背后 居然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 东港东龙宫的 这个 我们讲五虎千岁 他拜的是那个温虎王爷 那这个其实从康熙到现在 刚好差不多三百一十四年的 已经古妙 那你知道这个王船祭在台湾 他其实宗教界的一大盛事 他三年一科 就三年一次的王船祭 刚才为什么讲说 那个最阴的地方 会有人偷偷放了这个 所谓王爷去镇压 那这个王船你知道 他们通常一山王船做起来 要花费千万 一千万打造一山王船 然后几天就烧掉了 烧掉 因为王船王爷要烙箭 烙箭八天七夜 那东龙宫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温虎王船 为什么他很 人家很严想 因为他有很多传奇 很多传奇 所以说宗教界一大盛事 他当时我们知道 这一位叫陈文山 陈文山是谁 他在1966的时候 当时他十六岁 十六岁 那他跟这个所谓 五五千岁有什么关系 跟温虎王爷有什么关系 他当时十六岁的时候 有一天睡觉 睡觉睡一睡到天亮的时候 就醒不过来了 就没醒来了 没醒来 家里的人赶过来看 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 哪有这样我们前面过世了 还送到医院 送到当时的空军医院去 空军医院医生一看 完了人已经走了 但走了还算安详 是 结果就放在那个棺木里面 你知道 但他阿嬷 他阿嬷所做的金孙十六岁 就帮我走了 我不敢 后来看防盗吉日 说四天以后要下葬 阿嬷说我不敢 等级楼整天 放我身口比辈了 但是 所谓吉日都已经看好了 十天到了就要下股 对 吉日都已经看好了 结果阿嬷就跑到这个 刚才讲东港的这个东隆宫 去拨杯 说求王爷是不是可以 允准他多几天给他 这个王爷拨杯三个行杯 因为本来四天都要下葬 他特别允准你六天再下葬 多两天 这个人因为已经开始 王正名了 对 那多两天 刚才讲说传起这个东隆宫 他有一个传起就是陈文山 这个陈文山后来四天 就本来要下葬 就第六天 第六天 阿嬷 王爷都已经讲六天了 那只好下葬 结果你知道那个 官阔啊 放到那个土 那个木屑啊 刮好了 放进去以后 大家在那两天 两天 膠胭筋 膠胭筋黏黏黏 黏到一半 允文山从棺木屋 醒了 醒了 还自己坐起来 大家驾驾驾驾驾驶 醒了以后他再讲 我刚才在睡觉嘛 怎么听到有人在练筋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医生死亡证明开出来了 他醒了 他吓得旁边的人快没命了 对 而且刚才讲 四天他不醒 也不是八天 刚好这个文虎王爷给你六天的时间 是 死后附身 醒过来了 所以这一个人你知道 他从1966以后 就发现帮这个 帮这个 刚才讲说五五千岁要出巡的时候 带天行售的时候 八天七夜绕境 他绕境的时候 就帮王爷 签这个所谓王爷的座驾 你说他三年一次王爷绕境的这个队伍里面 热热闹到队伍里面 都会有人签一匹马 那个人就是他 对 对 你看他这些签 他一签签了就签了36年 十二颗 三年一次刚好签了十二次 三十六 他一直就帮王爷签 王爷的座驾 所以他说他是还愿的 那另外这个东隆公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很传奇的 这个东隆公这个铜钟 铜钟你知道 在日记时代的时候 你看日本当时二战的时候 物资缺乏 所以就征集了 包括在台湾很多的那个铜铁 都要交出来 要铸大炮什么的 这个铜钟跟铁 全部拿去烧熔 熔了几次 所有铁 铁的温度要1200度才会融 连铁都融化了 这个铜1080度就可以融化了 烧了几次 几天几夜 他就是不化 第一次不化 第二次再跟其他的铜铁 又下去烧 还是不化 王爷不准 对 所以后来这个东隆公 这个铜钟也是一样 后来连日本人 都把他送回来东隆公 说这个王爷的东西碰不得 所以他有很多台湾的传奇 在这里面 是不可思议 死而复活不止有六天 后来他又多活了 没有喔 一直到现在都很好 现在七十几岁了 对 今年刚好差不多七十岁 是 所以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我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